提离婚夫不愿,妻子遭扔下楼摔死 妻子想要离婚,很多丈夫都不会先检讨自己 中国广东每周是一名25岁男子,还把太太摔死 她说她有时候会和朋友打牌 几年前曾经因为喝酒打了妻子一巴掌,妻子说要离婚 当时刚好家乡有人帮她找到工作,妻子就搬回工厂宿舍 5月中她找妻子吃宵夜,自己在网咖过夜 隔天她到工厂想和妻子协商不要离婚 妻子不肯,她暴怒失去理智,竟抱起妻子往栏杆外抛 妻子打花跌到一楼,她赶紧上前急救 但妻子送医约20分钟后不治 前天检调以蓄意杀人提起工作 但她强调没有预谋,只是一时生气失去理智 案件将择起悬盘 东新闻,最后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